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身为邪恶组织的恐怖大参谋 本该是为毁灭世界的伟大目标 而不懈努力的存在 可如今他竟然不务正业 和守护正义的魔法少女谈起了恋爱 而这近段的恋情 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负罪 原来也就在今天 男主也一如既往的 为毁灭世界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感受着地面传来的震动 便利店的前台小妹连忙外出查看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可怕的邪龙 此时正在城镇中四面 周围的围观群众还以为是在拍电影 可下一秒邪龙就把他们做成了烧烤 这时一只猫从小巷中踏着小碎步跑出 爬到了前台小妹的肩上 表示工作时间到了 文言少女摘下法桃 下一秒 她就变身成了一名魔法少女 没有错 与邪恶战斗 便是少女每天的工作 解决邪龙后 少女找到了本次事件的始作荣者 邪恶组织的恐怖大参谋 表示到此为止 她是绝对不会放任对方继续作恶的 可让她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本该爆发的大战却并没有发生 而也就在她还在好奇的时候 对方的眼睛却不知为何最要 没有错 这是一件钟情的感觉 此时邪恶组织的总部中 高层们正在复盘今天的作战 众人都很好奇 本该万无一失的计划竟然会失败 难道说魔法少女的强度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吗 殊不知他们的大参谋长早已叛变 不过为了消除众人的怀疑 男主还是一本正经的表示不必担心 因为下一次的计划 早已准备周全 画面一转 男主再次来到了魔法少女的面前 好家伙 还得是你啊 而由于将伞倾斜向了少女一边 也导致男主的肩膀被雨水尽数淋湿 看到这一幕的少女连忙换了个地方 梁亭中男主将手中的蛋糕递给少女 美其名约为敌人雪中送炭 可不料下一秒他就暴露 三冬三 而看到女主吃得如此开心 此时此刻男主也感到了好奇 他难道不怕自己在里面加点什么东西 女主表示他看得出来男主不是那种 而且不管再怎么说 他都应该吃点东西 因为他已经连续喝了一周的白开水 男主要是再不来 他估计就要饿死了 原来从初中开始 无父无母的女主便独自一人生活 现在他除了在便利店打工之外 还要去孤儿院帮忙 还时不时就要去兼职当魔法少女 每天忙得连饭都没时间吃 虽然这样的日子过得苦害害的 但一想到这样就能存到钱 他就会感到很知足 此话一出男主顿时就生出了恋爱之心 觉得女主应该要好好照顾自己才对 可嘴硬的他又怎会说得如此直接 而做下如此荒唐的事情 当天夜里男主便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 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 必须要快点想起原来的使命才行 那么作为邪恶组织的参谋长 他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没有错 正式调查魔法少女的情报 将其整理归大 向魔王报告才对 不过可惜虽然话说得很热血 手里却已经给女主买下了明天的奶酪蛋糕 男主的负罪感顿时更重 而这也让他决定要跟女主一刀两断 不过要先将买下的奶酪送给他才行 然而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女主却在他面前晕倒了 原来昨天晚上他为了守护正义 一整晚都没能睡觉 男主对此感到十分好奇 他都这样了 为什么还要当这个魔法少女呢 紧接着女主便说起了自己过去 在将他养大的布尔院 即将被炒地皮的伤人抢走时 他的老板出现了 由于在树荫下休息了一段时间 让女主的体力也恢复了不少 他十分感谢 幸亏有男主这样的大好人在 不然他迟早要累死 多谢男主一直以来的照顾 见状男主便劝他赶紧辞职 因为从刚才的说辞来看 当魔法少女并不是女主自愿的 可没想到对方居然表示了拒绝 女主十分道歉 男主明明是为他着想才把他劝退 可自己却辜负了他的好意 惹他生气了 殊不知男主早已对他心生情愫 而由于今天会面的时间已经超额 男主也只好表示自己要回去了 但他还是希望女主可以好好考虑 因为如果女主继续当魔法少女的话 下次见面 他们可能就要自相残杀了 笑死真是嘴硬到了极点 而当天夜里男主也一如既往的陷入沉思 野恶参谋做梦都想不到 魔法少女的使者竟然是只黑心白猫 只因他不仅一天给魔法少女安排八份工作 甚至还打印名片发小卡片提供深夜按摩 就着魔法少女一分钱都拿不到 只因所有的酬劳全都进了白猫的口袋 而我们的男主身为邪恶组织参谋 大半夜的还在加班搜集魔法少女的信息 手下提出愿意帮忙分担打败魔法少女 他还不干 只因他将打倒魔法少女 当成是自己的使命 自从和魔法少女第一次相见参谋就陷入爱情 于是开始了魔法少女养成计划 不惜高价插队购买甜品 只为能和魔法少女见面 殊不知魔法少女今天要打八份工 虽然光是便利店服务员就够辛苦 毕竟服务客人太难了 参谋希望魔法少女能示范一下看板 此刻魔法少女才意识到 当前的场合不适合穿工作服 毕竟他们是敌人 没有得体的衣服应战参谋也会很困人 于是魔法少女当面完成些许色气的变身 参谋却化身老变态 希望她能再变一次 见魔法少女一口气吃了四份甜品 参谋担心她会吃你 希望下次可以共进午餐 她喜欢吃什么食物 却不料只要有营养的魔法少女都喜欢 随后她注意到参谋的袖子烧焦了一款 主动提出可以帮她补好 参谋惊住了 她这样宛如妻子的行为太加分了 于是傲娇大家是敌人 没道理让她帮自己做这种事 为了报答头位的恩情 魔法少女坚持要帮忙 况且她很擅长修补破洞的衣服 只因她的旧衣服修补过后就能当居家服穿 不管是破烂到该丢的打工服 国中制服以及体操服 参谋心疼拿出黑卡想现在就去大买特买 她做这么多工作 偶尔也应该买件新衣服奖励自己才对 殊不知魔法少女使者 也就是设计让她成为魔法少女的白猫 基本上掌管着她所有赚到的钱 并以帮忙运作资产或介绍工作为由照顾她 为了方便接取工作 还贴心帮她做了明天 参谋一看直接裂开 什么魔法少女天国 什么玻璃幸福 以及什么提供夜间按摩创造最棒的回忆 参谋是真的服了 提醒魔法少女被骗了 这绝对不是什么单纯的工作 话虽如此自从因为遇到了参谋 魔法少女的工作就不再像她想象中那么辛苦 所以很感谢参谋对她这么好 参谋傲娇才没对她很好 自己只是为了双方身为敌人的尊严 参谋在部下心中冷酷无情 没人能看出她眼睛下的情绪 直到看到参谋袖口里的铁花 部下们集体猛逼 参谋事后反省自己现在无法成为部下的朋友 她可是邪恶的化身 于是很快便安排部下往地表投放史莱姆大军 参谋满意今天没有被奇怪的悸动影响 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却意外发现魔法少女正被史莱姆欺负 这下参谋不能忍 人类是垃圾但魔法少女不是 于是参谋突然反水消灭自己人 她是万万没想到 能一击秒杀魔龙的魔法少女 竟然会被史莱姆搞得狼狈不堪 参谋是真的服了 自己放出了史莱姆又自己消灭 她将外套披在魔法少女身上 让魔法少女感受到衣服上残留的温暖 事后参谋贴心亲自护送她回到住处 被敌人知道了住处还道谢 她可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也是今天参谋才知道 魔法少女真名叫做白夜 她感谢参谋明明说要丢 如今却还是在穿这件 她缝补过的衣服 参谋脸色羞红 他们邪恶组织神通广大 一两件衣服完全不算什么 只不过这次却没有那个必要 邪恶参谋男主迟迟没有打败魔法少女 终究还是引起了其他干部的怀疑 没想到连号称邪恶组织智囊的她都束手无策 如今组织内已经出现流言 说她迷上了那个魔法少女 男主却让大家放心 她正在按计划进行并没有延误 所有人只需要等待结果 说罢有紧急电话打败 干部们相信男主是个形势慎重的人 无法想象她会被私情冲昏头脑 毕竟她是组织里优秀又冷酷的治理担当 事后男主给魔法少女送玫瑰花 这还是她第一次收到 男主却傲娇在邪恶组织眼里与杂草不易 却不料魔法少女也打算给她送花 只因最近她一直有在家里做代工 男主担心她会累坏身体 让魔法少女再次感受到她的温柔 自从认识以来男主一直都在对她好 虽然有时温柔有时严厉 很难让人相信她居然是邪恶组织的人 见魔法少女一直盯着自己 男主反而不好意思浑身颤抖 魔法少女有时候搞不懂她的反应 还以为这就是双方的不同之处 而当她在家辛苦做代工期间 使者白猫是真的不是个东西 在家好吃懒做把魔法少女当工具 喝完就让魔法少女出去买酒 甚至还打算把上次跟史莱姆战斗的饰品 做成好康的高价卖给狂热分子 男主则因为同伴担心她累坏了 于是让她出来喝酒放松自己 但她已经确认 魔法少女肯定是被骗了 再继续下去 她的身体早晚会被泪垮 却不料突然出现的陪酒女 竟然就是魔法少女 在看到史男主之后 魔法少女立刻留下了小珍珠 男主安慰让她慢慢说给自己听 男主闻言瞬间抱走 他要让那只臭猫明白 跟邪恶组织为敌是多么可怕的事 此时白猫还在欣赏自己的作品 嘴中还叼着一根滑子 男主突然现身攻击 作为羞辱魔法少女的惩罚 他不会让白猫轻易死掉 白猫真是最大恶极 不仅逼迫魔法少女夜以继日不断打工 还像寄生虫一样 用她的财产贪婪度日 白猫却语气淡定 她可是引导魔法少女的使者 白猫嚣张至极 不管魔法少女收获的荣耀 还是拼命打工赚到血汗前都是她的 就连她本身也是 男主分而出手砍下她的猥琐猫头 但弥留之际白猫却说 他们没有死亡这种概念 之后还会不断出现在魔法少女面前 男主不爽白猫果然没几个好东西 魔法少女为了报答她的恩情 希望男主能留在家里吃晚餐 男主激动那可太香了 正好她有寄点魔法少女高级牛排 见男主吃饱喝足魔法少女很高兴 因为之前她每次见面都只喝饮料 因此还以为她是不是不能吃东西 或者不喜欢吃甜食 她解释疲劳的时候也会想吃甜食 小时候妈妈经常做给她吃 魔法少女羡慕她有个好妈妈 男主这才想起来她是个孤儿 但孤儿愿偶尔也会给点心吃 附近面包店也会把吐司编分给大家吃 男主每次都想要等下次再跟魔法少女做个了断 却不料佛马哈特被派来辅佐她对付魔法少女 她不爽魔法少女只能属于她一个人 同伴出现只会碍事 干脆消灭她好了 黄毛被派来协助男主对付魔法少女 她被迫要和哈特一起执行任务 无奈只能带她一起来到和魔法少女的见面地点 却不料哈特希望男主能直视她的双眼 虽然她完全没有怀疑男主的意思 毕竟男主是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连同伴都害怕的邪恶参谋 绝对不可能会被私情冲昏头脑 甚至根本就没有情感可言 如果真有女人可以迷惑她 黄毛反倒很想见识一下 甚至如果男主真的被判组织的话 她还打算帮帮忙 6.黄毛今天打算先隐藏暗中观摩 参谋正有此意 她怀疑是邪恶之王听到谣言 才会派黄毛前来监视 为了不失去王的信赖 即便要对不起魔法少女 今天也要与她一决胜负 可以见到魔法少女一路小跑过来的模样 其内心就瞬间产生动摇 男主故意板着脸说她来得还真快 只因我想快点见到参谋先生 所以才用跑的 男主紧了紧心神暗叹好险 差点就被打断了步调 只要看到魔法少女 她就会自乱阵脚 如果不看她是否能撑过这一关 男主见状视线下矣 却只看到了魔法少女的幸福北半球 虽然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款式 但她在内心还是点了个赞 见黄毛怀疑男主连忙解释 魔法少女的眼睛有特殊能力不能直视 随后魔法少女取出为她做的特效便当 作为时常受她照顾的回忆 这下男主陷入了两难 这便当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见男主神色犹豫 魔法少女还以为她吃过午餐 男主直接放弃了思考吃就完事了 黄毛担心不已 毕竟以前男主征服敌人从不手软 还曾劝说黄毛如果动摇就退出组织 不然这份迟疑早晚会害死她 事后黄毛才知道 原来对魔法少女的战斗这么凶险 但下次她也想参战 希望能帮忙签个线帮她介绍一下 殊不知此话一说 男主当场就想要灭了她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小子接近魔法少女 他只能由自己亲自推倒 亲自打倒 于是今天男主将黄毛介绍给魔法少女 他表示男主对自己一直很好 又非常的温柔 所以一直很感谢他 男主差点把持不住又不能暴露 只能刻自表达心意 见哈特打算和魔法少女握手 男主连忙阻止不可以 并吓唬黄毛魔法少女身体有毒 刚才他差点就被融了一只手 黄毛信以为真好险好险 得知魔法少女当魔法少女是为了赚钱 黄毛惊讶之于差点再次上手 随后男主也拿出自己的半熟了 是一块爱心巧克力蛋糕 并谎称里面有毒黄毛不许吃 可他一看就是情侣蛋糕 所以男主会假装吃 黄毛就在一边看着 男主见魔法少女嘴角留有残渣 于是出手帮他擦干净 把黄毛看得一愣一愣的 很快黄毛也学着男主的感觉 答应下次他也给魔法少女带东西 事后黄毛不解 魔法少女对自己很冷淡 殊不知他露出放松的表情 和尝试进行对话都只会对男主做 男主开心这是特别针对他的行为 黄毛文言内作不已 原本还想帮他洗刷污名 到头来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男主安慰还是有他能办得到的事 随后男主再次返回和魔法少女见面 却不料他觉得黄毛为人开朗又帅气 男主吃醋他是不是喜欢黄毛 说完便一言不发露出哄我的表情 魔法少女以为他生气了连忙解释 他只是很高兴能认识男主的朋友 也知道了他的名字 如今也比之前更了解他了 可今天魔法少女却被手下抓到反派总部 这一刻男主差点又要进入黑化模式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随便将其放走 毕竟身旁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 因此只能先让女主见识一下 最擅长的拷问手段 虽然手下都已经彻底长眠了 但这里还装有监视摄像头 最少也要对女主进行一番拷问 否则绝对会引起怀疑 这时女主的声音打断他思绪 羞涩地表示想要去趟洗手间 而他感觉再多看一眼就要爆炸 只能说女主的魅惑技能实在太强 随即小声说到再忍耐一下 很快便放他离开 然而女主声明自己已做好觉悟 若这是男主的工作 那么不管对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此话一出男主直接二连跪 他意识到女主对生命是如此不看重 现在还想着去趟洗手间 然后再回来 就当男主束手无策之时 金毛兴奋地跑进房间 表示找到了他扔出去的球 而男主顿时想到 以对方性格应该不喜欢这种残酷的拷问 所以金毛应该会偷偷背着自己把女主放走 结果意料之外 他以为两人是在玩SM游戏 沉思片刻 男主表示也该做得了断了 接着走到女主面前抬起下巴 后台人员看得正起镜突然画面一黑 但声音却没有切断 他们能清晰听到女主激烈的叫声 而路过的白毛干部还以为他们正在学习 至于真相则是男主在给他毛养 打算持续两分半钟后就当作女主失去意识 这样便能给女主解开束缚 说到帮他的理由 男主表示不喜欢他对待任何事都不抱有希望的心态 应该去追求更多的东西才对 回想起小时候 女主是所有孤儿中最大的 而他懂事的令人心疼 顾虑到其他小孩的遭遇 即便女主过得再苦也不会抱怨 久而久之他心态变得消极 不再对美好的未来抱有幻想 等睁开眼时他已回到家中 旁边男主解释 刚才他因为缺氧而失去意识了 随即无奈叹气 明明觉得难受却还要忍着不说 临走前男主提醒道 下次若再被抓住 他可不敢保证能够再保护一次 闻言女主依旧无动于衷 即使被抓住要面临死亡也不在乎 也就在这时雷光乍现 伴随着响声让女主紧闭双眼不敢抬头 同时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 而男主自然看得出他是害怕打雷 于是再三问道 自己这么回去真的好吗 就这样他稍微变得坦率了一些 而见他能够依赖自己男主别提有多高兴 与此同时在一条巷子里 吉祥物刚看完广告复活 忽然第二个引导者来到面前 鸟人坚持认为 由他引导的那个孩子火花 才是真正的魔法少女 只是没想到对方是个法科少女 牛逼就完事了 由于火花是个喜欢可爱物品的究极社口 在听说能成为憧憬的魔法少女时 本以为会和憧憬的魔法少女一样尺度很大 因此只能跟他的玩偶朋友商量 火花很感谢眼前的鸟人能帮他原貌 可是因为太害羞让他无法坦率说出口 只能用法科和头锤表达性命 很快鸟人就感受到邪恶组织的气息 火花立刻完成变身穿上魔法少女套装 围观群众期待他是不是真的会使用魔法 却不料火花是个物理魔法少女 接着邪恶组织再次派出史莱姆大军袭击人类 现有新的魔法少女出现 邪恶组织成员担心一个就很急事 居然又来了一个 这下男主的参谋地位不高 却不料男主的温柔只属于白夜 对于别的魔法少女却能一击秒杀 毕竟他一直无法打败身为魔法少女的白夜 因此只能靠击杀其他魔法少女洗刷无名证明实力 男主担心这下和白夜的关系也走到头了 毕竟双方相互为敌这样或许也不错 殊不知白夜此刻却一直在公园等他 与此同时火花终于从昏迷中苏醒 屌人自责都是因为他才害火花遭遇危险 所以有件事不想再继续隐瞒 原来他是受神的旨意 从天上下凡宣布神域的角色 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天使 目的是为了寻找人类中身心都没被污染的纯洁少女 并赐予他魔法少女的力量 然而这样的使者其实并非只有他一个 所以魔法少女也有很多位 虽然拯救世界的重任不一定非要火花完成 屌人却依旧坚信他最有资质成为魔法少女 但却不愿让火花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这点 因此以后就算不用这么拼命也没关系 火花文言终于被治愈 就算不是非自己不可也要当魔法少女 毕竟这是他一直的憧憬 因此哪怕还有很多魔法少女他也不会放弃 与此同时自从男主以为把新的魔法少女秒杀之后 就再也没有和白夜见面 虽然白夜理解大家立场相互为敌 不可能每天都能见面 但不能相见的这几天他满脑子都是男主的身影 而男主此刻看到部下打算帮他把绣花军服换掉 男主直接阴沉个脸事实就事实 沙雕哈特突然再次闯进房间 终于找到了男主上上级丢出去的球 男主见留在组织也无心工作 还不如趁早接受审判结束和魔法少女的不正当关系 却不料许久没见的魔法少女一直在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男主坦白前不久干掉了一名他的同伴 见白夜一脸猛逼 男主吃惊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原来白夜还从未见过其他魔法少女 他听说之后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到处都不景气 不然大家也不会都来当魔法少女养家户口 因此其他的魔法少女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从事同样职业的人 男主闻言庆幸不已 这代表他还能继续和白夜维持这段不能公开的关系 白夜却担心会被男主觉得自己很无情 在听到他和别的魔法少女战斗之后 却只想着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了 男主吃惊对方竟然还没死 而更巧合的是白夜一掩认出这位二号魔法少女是他的小学同学